这就是女人眼中做情人和做老婆的区别 男人是最抵抗不住诱惑的物种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在男人眼中 情人和老婆的差别很大 那么在女人眼中 做情人和老婆有什么区别呢 一 做情人想吃什么 喝什么 一个撒娇 男人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买 或者做给你吃 做老婆那可就不一样了 先吃什么要自己动手做 自己去市场买 而且男人想吃什么 你还要做给他吃 二 做情人出去游玩 他一定会牵着你的手 大包小包都是男人拎 书行大小事他会提前打点好 做老婆首先一起出去玩 就是个奢望 游完沿途你就是男人的保姆 什么事都是你一个人管 三 做情人每个月都能收到鲜花礼物 更不用说情人节了 做老婆你每天只管在家里 洗衣做饭带孩子 四 什么情人节就连结婚纪念日 他都给忘得一干二净 四 男人对情人付出一切是正常 若某日对妻子如情人般温情默默 不是他在外面有了问题 便是有些不正常了 且妻子理所应当表现感激涕零的样子 开玩笑 孕父名 据